好,時間是10點10分 今天是星期四,我和大狗來做節目 剛才我們都是剛剛在立法會那裡過來的 應該是連續三天的了 星期三,其實昨天就是這個會期 就是立法會最後一次大會 當然開完這一次大會之後 還有一些事務委員會 都可能有一個星期的時間要開 接著就休息了 休息一個多月左右 這次整個大會的重頭戲就是最低工資的立法 經過這個法案委員會幾個月開會之後 政府也提出很多修訂 也有很多議員提出很多修訂 由昨天開始就連續三天 明天是星期五 昨天是星期三,今天是星期四 連續三天都要開會 討論這個審議最低工資的條例草案 主體法例就異讀 昨天就已經通過了 只有一票反對 全部都贊成 叫謝偉俊 他當然要突出自己 包括瘟疫搏我 撞撞撞撞撞 這種做法真的很鬼祟 你夠僵就站在那裡 一天實在實施說你打我 作勢打 小人是這樣 然後被人拍了照 他只是想被人拍照 但我們很樂見這些場面的出現 就不只是說我們來玩你 不相差你叫乾爺一起幫拖 那就好 那就好玩了 我們三對二 沒理由輸給你 再遲些下一屆我們五對二 你喜歡就跟你玩 可能只剩下一個 這個最低工資的立法 其實都標注自香港的勞工運動 經過這麼多年的艱苦奮鬥 終於有了少少的成績 但遲到的 這是遲來的正義 但又不是正義得完 很荒謬 好像我在二讀的辯論的時候 我提出 真的很吊詭和荒謬 這個法例的提出 是由一個沒有認受性的 小圈子選舉的特首提出來的 但他提出的時候 一由民選產生的兩大政黨 民主黨和民建聯 都是反對 在2008年的時候 就算在特首提出施政報告的時候 說要立法的時候 民主黨和民建聯 都是原則上反對 是一刀切的立法 定立最低工資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荒謬 更加荒謬的還有 大哥 我昨天在發言上 我也有提到 現在 再為最低工資 是否應該立法爭論 應該毫無意義 因為包括你那些反對 以過去反對的人 那些保皇黨 因為是政府提出的 你也沒辦法不去支持 但是你心不甘情不願 於是便找那些 那些理據又再講 講來講 最低工資立法會 令到失業率提高 跟著那些弱勢族群 可能找不到工作 包括殘疾人士 或者有些想打 十幾元一個小時 那些工的人 又沒得打 這種歪理 就繼續在那裡講 但實際 這個最低工資 那個是基本生活的保障 是一個尊嚴打工的人 一個基本的尊嚴 你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為最低工資立法 已經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 沒有就是稀奇古怪 很多資本主義國家 都是有最低工資的 他可能都是一個右派政府的 就算在英國 都是在保守黨政府 任內 他通過這個最低工資 又是 所以問題就是 已經不是在意識形態裡面 已經有太多爭拗 除了一些學者 還仍然繼續 最低工資是資本主義的一部分 但是 極端資本主義的人 就認為勞動價格 即工資是勞動價格 這個勞動價格 應該由市場規律去決定 而不是由政府去立法 當然馬克思主義 有另外一種看法 這些聖儀價值 你基本上就是在剝削勞工的利益 剝削他們的勞動力 即是很簡單 當年共產黨 作為一個所謂的共產主義 科學的社會主義 他當然要令社會很平等 公義 工人又第一 工農兵 工農兵 工農為主 你看他也知道 黨旗會念刀斧頭 所以勞工的利益 他不能不維護 但是現在搞社會主義 又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結果變成國家資本主義 他都很重視勞工的權益 因為如果不是 他會令到民怨太厲害 以及共產黨 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立場 今時今日的共產黨 變成權錢交易 利益輸送 官商勾結 變成這樣 你說多糟糕 即是一個富士康 用80萬工人在大陸 全世界最大的電子生產商 即是代工 在大陸用80萬工人 用80萬工人的時候 他計算得很精確 他所有的利潤 就是在工人身上剝削回來 但是共產黨 容許讓他在中國土地裡 去剝削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的生產總值的出口 佔了整個中國大陸 百分之三 開玩笑 現在是這些人作主 而且對整個中國的經濟 李富士康是引進高科技 在中國經濟走向高科技 這個路向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我們期待這幾天 有些高水平的辯論 這個立法會議員的水平實在太低 即是說 有沒有人來跟我們說馬克思 有沒有人來跟我說 他的自由市場理論 或者你的新自由主義 你發揮一下 拿一些論據 理論出來 沒有的 那些代表工商界 那些議員 講來講是三副皮 你明白嗎? 有最低工資 就是令到生產成本增加 然後又很難營商 然後搞到你沒有工做 講來講都是三副皮 你拿一些理據出來 基本上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辯論 講一句難聽一點 或者直接講一個意識形態辯論 那你的意識形態在哪裡? 沒有的 你們那些全部 從一個功能思考的角度去出發 公理的角度 總之我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來提出 租金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成本 你不叫那些地產商收便宜些租 這些他就點到即止了 接著你說 有最低工資 搞到我們沒得搞了 那些企業會倒塌 中小企業會關了多少間 然後出現很多失業 這些事情都能說出來 還有現在就算勞工界叫那33元 都不足以為患 更何況你那些混蛋還在說24元 政府就會中間落脈 因為你有一個最低工資 有一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這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就是由特首去委任的 十二個人 三個代表政府的 三個代表工商界 三個學者 另外三個勞工界 那三個勞工界 兩個工聯會 李啟明 鄺志堅 再加劉千石 是嗎